好 三位Action 來 今天我們講的基礎 基礎實習第六張腳骨 前一張是鑽頭 有些人都問老師 鑽頭跟腳骨手不一樣 鑽頭 鑽頭 後面有歷史鑰 或是靈體鑽台 有沒有看過電鑽 電鑽就是用來鑽頭用的 我先拿這個給你看 電鑽 你要先用概念 才知道什麼是腳骨 這叫電鑽 電鑽是鑽頭的 對不對 電鑽一般鑽的時候 先用中心衝出一個奧分 再用電鑽 但是電鑽鑽的也有一個缺點 筋度不高 抽抽 筋度不高 這時候為了要求筋度高 就會用腳骨 腳刀 腳刀從什麼樣 長哪樣 來 一張黑板 一張重點 第六張 腳骨老師這有寫 它跟鑽頭最大的不同 在這邊可以得到 筋度比較高的孔 所以我會先轉 再腳 先轉 這個抽抽 不夠準 我們再用腳孔 腳孔它的轉速比較慢 進擊量比較大 那它就會呢 它就會呢 在轉的腳的過程 會切除到少量的 這個孔壁上面的金屬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想要的進步 那腳刀長什麼樣 長得像這樣子 前面 這個叫刀繩 這邊會有一點粗粗耶 這邊會有一點追 然後這裡叫做刀壁 所以基本上 它分左邊叫刀繩 刀繩就是來腳的地方 來轉的地方 後面叫刀壁 刀壁就是來加持的地方 那最後面呢 會有一種方柱形 有點像切削 你們畫那個電腦機械制度後面會有方柱形 那個又是用來裝那種螺絲工板手夾持用 基本上如果你會用到螺絲工板手 就是手工腳效 知道齁 所以畫起來它會不會長得像這樣 那腳刀英文叫Rimmer R-E-A-M-E-R Rimmer 所以老師齁 我用後面節省各位寫的字 我用R代表腳刀 這樣OK齁 第一件事情 來看一下刀壁 就是我們夾持的地方 刀壁分兩種 一種叫紙餅 一種叫醉餅 紙餅 就是手工腳效會用到手工 所以我們記 手工腳效用紙餅 追餅呢 就是用機械腳效會用到 所以有兩種餅 也就是夾持的地方會有兩種餅 這樣看齁 好 那再來我們會說老師這個追餅 有很多種追度 你們以後會學到 из 畫追度的表示符號 有沒有 追度有很多種 其中最常用的一般都是叫做 末式追度 這個把它寫起來 這樣OK囉 好 再來 來介紹刀身的部分 你剛老師畫得很漂亮 刀身就是來腳金屬口壁那個地方 刀身分刀槽 槽就是凹下去的地方 跟刀刃 凸出來粒粒的地方 所以刀身分為刀槽跟刀刃 刀刃有分兩種刀刃 一種叫做直刃 一種叫做螺旋刃 那直刃呢 直直的 一種是像羅紋這樣子 你覺得哪一個阻力比較大 直直的 因為它這樣旋轉 直直的這樣 這個阻力就很大 阻力大容易震動 所以相形做出來的精度 就可能沒有那麼好 知道嗎 那阻力小 震動小 但是成本就會高 所以換句話說 螺旋的刀刃 它的阻力小 但是成本高 所以就看你自己學 如果我要做出品質比較好的 鎮縫比較小的 我就會用螺旋刀刃 作為我的腳刀 就看你自己想要做一百塊的東西 還是要做一千塊的東西 知道嗎 這就是自己取決 你們現在要認真 你就將來賺一千塊 你將來不認真 你將來就賺一百塊 是不是會來賺 你對不對 你是會來賺 我會來賺 我會來賺 好 這樣OK嗎 好 接下來 有一個東西很奇妙 叫做刀刃 就是剛才像那個突出來的地方 剛才有說 刀身有分 刀草跟刀刃 刀刃突出來的地方 你們猜是奇數還是偶數 偶數 是偶數 你自己去算 好吧 等一下我們結束之後 我帶你去看那個 靈靈鑽床 好吧 搞不好那邊有放一個槍刀 給你看 偶數 一般都是偶數的 這個刀刃 知道嗎 但是 角度沒有均分 有的人會覺得 三百六十度 除以如果是八個刀刃 三百六十除以八 沒有 它會差一度兩度 我這裡多一度 我這裡多兩度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要避免掉 周期性的震動 你們有沒有聽過共振 有些風吹過橋 會讓這個橋樑產生共振 當共振頻率 達到橋本身的共振頻率 這個橋會自動瓦解 真的是這樣 有沒有這種嘗試 沒有這個嘗試 沒有這個嘗試 哇 那我現在講 是人生第一個講 原地的 你將來去 你們來上學的時候 有沒有經過橋 你去吹它 吹它 大力的吹 讓這個橋發生晃動 這個橋當晃動到某個過程中 剛好達到共振頻率 它就會自動瓦解 我給你打賭 來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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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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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打賭 你幾點下等 五點 五點 五點半你去吹你 你家人的橋 用你最大力把它吹到震動 劃下來 證明這個理論成功 我清一杯星巴克 真的 我可以清一杯星巴克 吹你的腳 把它吹到震動的頻率 所以偶數這個角度 偶數到認識 角度飛機分 就是防止周期性的震動 這個概念要有 這個講出來喔 專業的 你去公司裡 等一下就覺得 你這個工程師有概念 你知道嗎 懂得越多 人家在修你東西的時候 就不敢給你亂開架 真的是這樣喔 有時候老師 請人家來我們家修東西 我就跟他聊這些專業技師 他就沒辦法給我亂開架 再來 角刀帽 有分兩種 我們現在講他製作的材質 一般都是叫做高速鋼 如果你是整個腳刀都是用高速鋼做 我們會說這種叫做整體式腳刀 還有一種是組合的 或嵌入式的 也就是他刀剩刀體本身是高速鋼做的 但是他的刀刃是燙花烏 燙花烏比較硬 有沒有聽過燙花烏 有沒有聽過烏絲 哪裡地方可以看到烏絲 燈泡 燈泡裡面高溫 那是高溫 燙花烏本身是夠硬的東西 所以這種相韌型的腳刀 就是燙花烏的刀片 鑲在高速鋼的那個刀體上面 交來 四分之一 花了五分鐘交來 再來 腳刀的種類跟規格 這是考試很重要的重點 我接下來如果把不利啊 偷偷補充 這個我就是要放彩蛋 就是看誰沒有專心 等一下檢查 他就會漏掉一波 腳刀的種類分為很多種 這個念起來 來看這裡 我念一次給你聽 你不要害怕 你是惡怕 你是不是惡怕 你剛剛是哪東西丟人家 不是他 直草腳刀 直草腳刀就有點像這個 我畫這個有點像直草腳刀 螺旋草腳刀 就是他這個刀刃 老師剛才有說 是螺旋刃 這種阻力比較小 震動比較小 成分製造腳刀 再來 機械腳刀 可調式腳刀 膨脹腳刀 還有追逐腳刀 這幾個很多對不對 我一個一個講 直草腳刀 一般用在手工腳銷 所以這裡有說嗎 因為他要手工 所以震動比較大 對不對 人去做的時候 一定會震動大 所以直草腳刀 一般是用手工腳銷 因為有時候機械做的話 震動大 會損害機械 知道嗎 再來 螺旋草的腳刀 適用於有劍槽 還有有孔 也就是這個孔裡面 裡面有劍槽 或有孔 我們會用機械槽 不是 我們會用螺旋草腳刀 腳進去 因為震動效 將功成本高 因為裡面有劍槽 或有孔 這種我們需要精度高一點 再來 機械腳刀 顧名思義 就是機械腳銷在路 這個很直觀 對不對 很直觀 再來 可調式腳刀 可調式是怎樣 什麼東西可調 就是可以改變它的刀刃 不夠 到熱圓中直徑 爲如何來 到熱圓中直徑 從這裡看過來 就是這個周邊 前四古這裡 到熱圓中直徑 他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再來 膨脹腳刀 膨脹腳刀 右撐滑動腳刀 它有點像螺旋 你這樣絞進去 外境 會膨脹起來 有點像雨傘 有沒有看過美濃的直傘 直傘這樣吹進去 它是會膨脹 有點像那種感覺 知道嗎 所以膨脹腳刀外徑可以調整 再來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可調式腳刀 可調式腳刀不是剛才說 那個刀熱圓周直徑可以調整 也換掉的時候它是可以換的 我可以換不同的刀刃 那有些同學在換刀刃的時候 因為刀刃可能是有數個嗎 可能有八個或十個 有人在換 你一定要八個或十個 全部刀刃都要換 你不要只換七個 一個不換 這樣可以 知道嗎 要換的時候要全部都換 所以老師這裡有寫 如果你要換刀刃 可調式腳刀你要全部都隔不換 再來最後一個腳刀叫做 追骨腳刀 這種腳刀因為有追骨 換句話說前端直徑小 是在講哪個很長 這邊這個地方 進刀的追骨 這叫進刀追骨 所以它正會有點收起來 這裡實際會比較變小 那變小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問題 叫排穴不易 就是我在腳的過程中 它會產生鐵穴或金屬穴 這個穴要沿著這個腳刀 刀槽排出來 但是因為你今天變小排穴不易 所以常常要定時才清理那個穴 也就是我們轉移工作 腳一段時間要停下來 清理那個穴 這樣有沒有 好 快講他們了 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規格 規格也要考喔 規格第一個 直徑精度材質 這個材質是指刀刃的材質 刀底形狀腳刀種類 所以我舉個例子在這樣 這個PHY8 PHY8就是直徑 直徑 進入HC 這裡你們現在有沒有學到 一年級還沒學到嗎 有機軸字 機孔字 現在還沒學到 你們畫畫 手會畫到嗎 也沒畫到嗎 以後會畫到 不信你後面的學姐 以後電腦製圖啊 手會製圖 會繳到這種 統工艙 H叫做統工艙 G孔字 都是用H的 大寫是H啦 大寫是用在G孔字 寫下來菜單 大寫 好 做什麼 小聲一點 它做什麼 全標操 那些 7是公差等級 H.S叫高速鋼 也就是刀刃的材質 好 刀底形狀在這裡 腳刀組類在這裡 腳啊 鑽頭直徑計算 哇這個也是重點 也是重點 你要有一個感覺 一般我們腳刀是不是先 剛才老師有講過 是不是要先鑽 鑽出來的筋度不高 比較粗糙有矛編 我們才會第二次用腳刀去腳出筋度比較高的 所以要先記住這個字 先鑽後腳 先鑽的孔一定比較小 叫腳的孔一定會比較大 懂嗎 所以老師畫一個圖在這裡 你看藍色的是不是比較小 這個叫小滴 小滴就是腳孔前鑽頭的直徑 因為我們先用鑽頭鑽出來 那個比較小 所以我們用小滴 比較大的是用大滴表示 因為它是腳孔的直徑 所以大滴是腳孔直徑 這個齁 你要把這個概念弄清楚 加工順序弄清楚就沒問題了 那兩個之間的差 那兩個之間的差是什麼 就是m 這叫做腳孔育油量 用小m表示 剛才有人說老師 這玉是不是寫錯了 不是 玉是玉度的意思 不是玉先的意思 知道齁 所以你用大滴 跟小滴的差 就是m 換句話說 你m越大 你這個m要跟滴成正底喔 知道嗎 m跟滴會成正底喔 你要先有這個先關後腳的概念 快講完了齁 再來 來 機械腳刀的腳銷進幾量 幾量就是齁 每次的前進的量 叫進幾量 大概是鑽頭的兩到五倍 所以這個腳刀進的快 但是鑽慢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 這叫快 它從上下轉下來 但是轉的慢 所以我們說這叫做低轉數 大階級 就是腳刀的特色 它跟鑽頭 跟那個鑽頭比較起來 因為它是鑽頭的二到五倍 好 但是速度 因為比較慢 我們說低轉數 速度大概是會轉的三分之一 或到四分之一 也就是除以三除以四了 腳完 最後一部分 我快要檢查了 腳斧的工作要領 所有重點老師都寫在這邊了 第一個 腳刀必須按空間表面垂直 這時候你就會用腳趾輔助校正 你在腳的過程中 你那個一定要跟弓箭垂直 就不可以斜腳嗎 斜腳會壞 腳高會壞掉 第二 腳高前關須完全通過弓箭 至少要二十元面 二十元面就是兩公分以上 你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統計 因為 你還記得這前面會有一點追逐嗎 所以你在腳的過程 轉過去的過程 一定要超過兩公分 然後再退刀 你知道嗎 你不要只切到剛剛好 要整個穿過去 二十元面也就是兩公分 這樣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空間 再來 退腳高的時候 你就這樣退下來 要以順時針方向旋轉 你如果原本是順時針 你就順時針進刀跟推倒 你不要多逆時針 有的那種轉台 它是可以控制順轉逆轉的 不要 你都同時 同方向推倒 知道嗎 不可以反轉 所以老師在講調 你在整個過程中 都不可以逆轉 因為你逆轉會損傷刀刃 那個刀刃 如果是螺旋刀 如果是螺旋刃 它是一定有它的設計原理 逆轉一定是損害刀的危險 腳刀還挺貴的 再來 是切削劑 一般來說 你在做腳孔的時候 都要加切削劑 除了兩個東西以外 除了兩個東西以外 第一個 腳削鑄鐵還有銅 鑄鐵跟銅都不需要加切削劑 銅本身是一個軟金屬 再來 鑄鐵本身裡面還有看 它有潤滑的作用 所以這兩個不需要加切削劑 其他的要加 就是加油啊 或者加切削劑 顧名思義就是冷卻或潤滑 講完 鑄孔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去毛邊或傾倒腳 再腳鑄 因為我們鑄完之後 是不是很粗糙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個傾倒腳 或者去掉毛邊 再做腳鑄 再來 這裡是一個精確圓孔加工的過程 哇 這好重要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沒有見過 以後再慢慢跟你說 第一個 先鑄中心孔 一般是用中心衝 我們上棋墨水 然後用中心衝 咚 確定這個位置 然後去鑄孔 鑄孔 鑄孔 鑄孔一進到地帶你過去看 鑄孔速度大 我再講一次 腳刀跟鑄孔比 腳刀是低轉速大進擊 所以鑄孔是高轉速 所以老師可以說速度大 下一個是躺孔 再來是腳孔 腳孔的速度比較小 它大概速度是鑄孔的 這裡寫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你除以三或除以四就可以了 但是進幾量是它的二到五倍 二到三倍也有人寫 二到三倍也有人寫 有的參考書寫二到三倍 好 全部講完 接下來老師要一進到 給你看這個鑄台 鑄床 鑄床有點像腳刀 我直接拿過來 有沒有距離差 這個東西就是鑄床 所以這個東西 我抱起來 這個東西會控制你的進擊量 腳刀 就是低轉速大進擊 轉速就是這個東西在轉 講完 所以我們會先鑄再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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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